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又是一年过去,很感恩再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到主爱之家,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主的话语 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当中 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不论是事实的顺利 还是充满各样的挑战 我想大家都能够经历到主的带领和他的信实 大概在八年前的时候 我因为一些工作的缘故 我就搬到了上周Albany的附近 因此加入了在上周的一间华人教会 教会里面,我们刚才其实在聚会之前 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们教会有不少爱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些是在当地的一些大学工作 有些是在Albany附近的州政府工作 那有一些的话是在像GE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工作 这些弟兄姐妹其实都非常的有才干 特别是也非常的热心在侍奉上 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在过去的这几年 Covid后的这几年的话 我们教会也是比较稳定 我想可能和很多处在一个平稳期当中的教会一样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时候 也很迫切地想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是如何 我们也都非常想知道主要如何带领我们的教会 来突破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才可以继续地往前走 去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们了解到在加州 叫做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 他们有一个旨在帮助北美华人教会成长的一个事工项目 叫做彭博教会事工 那北美华人会为参加这个项目的教会 指派一些有经验的牧者来了解教会的现状 而且会为教会的下一步发展的话 会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机会后 我们认为说这是我们教会当前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教会的指示我们同工 我们就和牧师一起决定 我们要参加这样的一个 彭博教会事工的这个项目 那我们要申请参加这个项目的话呢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申请的步骤就是 要回答一些关于教会的现状和教会的需要 以及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做成了一个问卷调查 发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收集会众的一些对教会的看法 当我们在整理这些反馈意见的时候 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 其实是在意料当中的一些回复 比如说他们有些弟兄姐妹希望教会 可以有更多的门徒的训练 那有些弟兄姐妹是希望教会的牧师和执事 能够做更多的看法 那有些弟兄姐妹是希望教会的 可以有更好的小组的团契声乐 但是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可以意料当中的 我们也在这很多的回复里面 也发现了有一个可以说是 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的一个回复 那这个回复是说 其实我们教会现阶段的 我们最大的需要 不是有更多的一些事工的项目 也不是说我们教会一定需要 有一个多么宏大的计划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求神来破碎我们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愿意舍己来跟随祂 所以说这个回复有些出人意料 是因为我们想要问神的是 本意思是想问神 想要了解神将怎么样带领我们 来更快更好地来建造教会 但是神就这个回复告诉我们说 你首先要做的是要来破碎自己 来学习 只有我们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能够做到被神破碎在先 可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建造在后 我来美国以前的话呢 在国内是学材料科学的 但是和在美国 我们以后所学的半导体材料不同 我以前在国内学的呢 都是一些像钢铁啊铝啊铜啊 这一类的结构性的材料 所以我对网络上有一些 关于这些结构性材料的加工的 这样的一些视频 我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一直很感兴趣 在看来改变这种结构性材料 的过程 我很感兴趣 在这种视频 前些年我在这个YouTube上 看到有一个叫做 我翻成叫做烈火锻造的 这样的一个真人秀节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过这个节目 那我这里就是 头影上的话就是 有这个视频的一些 一些照片 所以我看到一些照片 从YouTube影片中 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是这些参赛的选手 他们需要将一些 看上去普普通动的 一些原材料 通过这个锻造的 这样的一个工艺 把它加工成为 非常锋利 而且精美的刀具 而且他最后的话呢 还会要通过 对这个刀剑的锋利 度和它的强度 来做测试 来绝出胜质 他们所使用的 这些原材料的话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图上 可以看到 其实是 往往是包括很多块的 而且是具有 不同属性的一些材料 那有些材料的话呢 它其实是比较柔软的 它不容易被折断 所以它比较适合 来做这个刀剑的 里面的那一层心 那有些材料它是 比较硬也比较脆的 比较硬比较脆 所以它适合做 刀剑外面的那个刀刃 但是不论你是 硬的也好 还是这个软的也好 不论这个材料是 柔软的还是容易折断的 但是它们都需要经过 在烈火下加热 变得通红 然后在铁锤下 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锤打 而且这个材料在 这个锤打以后 它往往会冷却 冷却了以后的话 它又会要送回到 这个火炉当中 要重复这样的 加热和锤打的过程 而且它在重复多次 直到原本的材料 一点点的变形 最后成为 精美而且锋利的刀具 而且从这个图片上我们也看到 除了看看一小块小块的材料 最后成为这个 精美的刀剑 这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些外在的变化 那除了这些肉体外在可以看见的 肉眼可以看见的这些变化以外 其实材料内部的精力 它也会被不断地破碎 最终这个材料的内部就会形成很多细小 而且均匀的一些晶体的组织 这样的话呢 这个材料的话可以获得更好的强度 更好的韧性 而且经过这样的一个锻造的过程 材料内部它本来其实是有很多的杂质 有一些缺陷 那这些杂质和这些缺陷 经过这个高温下的这个断打以后 也会被从这个材料的内部给清出来 而当我们能够清除了这些原有的杂质 和这些缺陷以后 这个在外地的冲击下的时候 这个材料才不会发生突然的一个断裂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在高温的这样的一个 垂打的过程中 本来是不同属性的这些材料 它们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成为刀剑的不同的部分 做到了各进其用 其实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在教会当中 如果是按照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本相 我们是不是就像是那些 被做成刀剑的原材料一样 一片一片的 我们也会有不同的一些习惯 我们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能力 而且我们的内心当中 还是会有各样的一些杂质 有各样的一些缺陷 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垂打的过程 让我们被破碎 被洁净 这样从而可以更好的一起 来荣耀它 来侍奉它 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诗篇 第五十一篇的十七节 所说的 神所要的忌 就是忧伤的灵 神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我们刚才读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经文当中的忧伤 其实英文的话 就是破碎的意思 所以在圣经的新译本 它就把它译作了 是破碎的灵 和破碎痛悔的心 那我信主的话 其实已经有快三十年的时间 当我刚刚决志信主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本荒漠甘泉 作为一个礼物 那这几年也搬了好几次家 所以这本书的话 也不知所重 但是我还记得 带我信主的一位姐妹 在这个封面的背后的空白处 写下了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七节的经文 我还记得记得 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很多时候我信主以后 有很多段时间 我只是注重于在基督里 我们的地位发生的改变 我们重新有了神儿女的身份 而且我也focus在主耶稣的宝血 曾经在宝血的遮盖 我们曾经的过犯神言 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了 而且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这些固然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还是非常地幼小 我们就有的一些习惯 我们就有的一些性情 还常常左右着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22 提醒我们的 他说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可见我们的这个老我实在需要被神破碎 才能制服我们肢体中犯罪的那个律 这样的一个破碎或者是说舍己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在信主之前 或者是刚刚信主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教导 跟福音朋友传道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给他们描绘 描述信主以后是如何美好的一面 我们有时候好像仿佛心里会担心说 如果我们讲了太多破碎 或者舍己的道理会把他们吓跑一样 所以很多年以后 我们可能还是必须吃奶 而不能吃干粮的 一个被神所破碎 被神所重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和必须吃奶的生命 是有着极大的不同 那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两者之间 其中有三个主要的一个不同 那第一个不同的话 我们是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不同 那我想一个的话呢 它体贴的是肉体 看重的是一些短暂的个体的利益 那另外一个呢 体贴的是神的心意 看重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 说到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以认识我基督耶稣为至宝 信主以后啊 那段时间的话呢 我其实很满足于 我拉到了去天国的这张人票 有困难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有一个 可以祷告祈求的对象 可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日子呢 变得比较那么困难 但我没想过 而且我也不愿意说 让神来彻底的来翻转生命 其实我类型的真实想法是 平时的时候啊 神就最好不要来找我 主日的时候 或者是我真的有困难 有事的时候 我去跟他见跟面 打个招呼就好 这样的话我每天可以 造就过我同样的生活 我可以说同样的话 我可以做同样的事 我可以心里做同样的 这样的计划和安排 I can say the same words I've been speaking and make the same plans I've had in mind 也就是说我是仅仅只是在 我的各种各样的 一些身份外面 多贴了一个 基督徒的标签而已 我想用过这个标签 这个的人都知道 它其实很不容易 在你的这个外译上面 能够贴的牢靠 过一段时间 它那个粘性的话 就会消退 如果你是在外面的话 这个风一吹 雨一淋 它可能就会脱落 虽和显阳 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话 其实并没有成为 我们这个生命 或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Clearly you can see that this name tag did not become part of my life I think that's actually what a lot of Christians current circumstances is like 我们教会每一年的秋天 如果是深入六年级的小朋友的话 就会邀请参加这个青少年 所以在我的教会 每 fall all the kids that are going to sixth grade they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youth group 教会的牧师 也会和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开会 为这些家长 在这个青少年的教育方面 提供一些帮助 and the pastor will also have a parent meeting with the kids and also providing them some suggestions and help for teenagers 今年呢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家长会 已经刚刚开过了 we just had the first parent meeting 那牧师为这次家长会 所准备的主题就是 对孩子的爱 不能超过对神的爱 and the title of this year's parent meeting the pastor has provided for us is love towards kids cannot be above love for god 这个主题 其实不用说 我想对我们 每一个华人基督徒父母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I think this title to us Asian parents is a really big challenge 我想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想要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心中 任何与神更重要的人 或者是 或者是任何我们抓住不放的东西 都会阻挠我们和神 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Actually the reason why I give this example is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is ab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or anything that will hinder us from being close to Him 也会给撒旦有更大的空间 来掌控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离神变得越来越远 That itself will also give Satan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ntrol our life in order so that we can be further away from the Lord 这些我们看为很宝贵的东西 我想也就是神 所要破碎的东西 I believe these things that we cherish so much that we cherish so much are the things that God wants to break 宗教改革家 马丁路德就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religious reformer Rotan Luther once said this 他说你存记在心 并实时依靠的 就是你的神 he said the things that you keep in your heart and rely on often is your God 所以说如果我们心中 有任何的爱慕 有任何我们所依靠的 更胜于神的话 我们就违背了神 给我们的第一建议 so therefore if we have anything in our hearts that we admire value and rely on more than God then we already offended the Lord and his first commandment 这代表说我们正在 拜我们自己心中的 一个偶像 meaning we are providing offerings to the idols in our hearts 在这个被神 破碎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可以学习 从内心的深处 来全然地信靠他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broken by the Lord we have to learn to fully rely on God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我想这就是我们 属于生命的 第二个不同之处 I think that's the the second difference of our spiritual life 当我们全然 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就不仅仅是 出于不安 或者是惧怕 when we fully trust in God we no longer follow His command out of fear or unease 更多的我们是出于 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 所有的一个甘心乐意 It's actually more willingness after receiving God's grace 我想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会有了完全不一样的 迅然不同的态度 With the same situation that occurs we will have a complete different mindset a different attitude 我想我们大家小时候 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I think many of us have these similar experiences 就当我们淘气的时候 那家长或者是老师 可能就会惩罚我们 要我们去跑操场 If we're very naughty the teacher or your parents will re-discipline you to go run around run around circles 而且可以说 我们百分之百的 被惩罚过的 我们都会有抱怨 心有抱怨 而且抱怨 这个老师或的家长 不公平 They will ask you to run around the track and actually I think 100% of time we think it's unjust 但是抱怨过也抱怨 那我们也不敢违背 老师和家长的命令 所以我们还是只好 去跑 Even though we think it's unjust and we complain yet we still do it because it's a command from your teacher from your parents 但是我们年纪 渐渐的老了以后 就算是没有人 去催我们 没有人提醒我们 为了我们自己 身体的好处 我们自己 就会心甘情愿地 去跑操场 Now that as we get older even though there's nobody that pushes us and reminding us but because of our own health we will willingly go run around track for our own health 而且因为 我们这个心理 这个态度的 这个变化 我们这个跑操场 我们可以坚持得 更长久 And because of our attitude change we can actually run around the track for a lot longer 以前我们迫切祷告 我们往往是要能够 想要得到神 更多的一些祝福 In the past when we pray eagerly to the Lord it's because we want to receive more of his blessings 当我们能够 学习全然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愿意借着祷告 来和神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来单单的 来寻求神自己 But when we truly trust in the Lord we will be willing to build u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rough our 也因为如此 我想我们 即使生活变得有艰难 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不再只是 去抱怨神 And because of the attitude change even if our dearly life is more challenging we will no longer complain to God 我们就不会再以为说 自己是良善的 认为自己配得上 更好的一些生活 更好 更多的祝福 And we will no longer think Oh I'm good I'm a good person Therefore I deserve a better and more blessing 而相反的 我想我们在 患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相信 父神的爱 在一切的患难当中 On the contrary actually when we're in trouble we will still believe that our heavenly father's love is within all difficulties 而且我们深知 我们所遇的患难 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的 And we truly will understand and believe that the trouble that we face are just a simple things that are common to mankind 而且他主要给我们 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And he will make a way so that we are able to bear the burden 而且因为我们 如果被神破碎 我们可以真正地了解到 自己的一些软弱的地方 After being broken by the Lord we will truly understand our own weaknesses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力量的源头在哪里 We will know where the beginning of our strength is 就像主耶稣对蒙徒 在约翰福音面所说的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It's just like how Jesus said to the disciples in John chapter 15 verse 5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I in you You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这样我们可能就 不再试图靠着自己 来掌管一切 而学习交托给神 Because of that we no longer try to control our life yet learn to let go and let God take care of things 去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有分享过 我的大女儿几年前 有过焦虑的这个问题 I think maybe last year I've shared with everyone but that my older daughter she has some anxiety problems in the past 一些外在的一些事情 如果不如她所期望的那样的话 就会让她心生焦虑 If things on the outside does not go what she had imagined it will cause her to have anxiety 她就会试着要去 改变或者掌控 控制这些外在的事情 She would try to control and have effect on the things on the outside 但是往往她又没有办法做到 But of course often she cannot control those things 这样她的焦虑就会加深 Because of that her anxiety gets deeper 内心也就失去了平安 and she loses peace from within 而且非常糟糕的是 不但她失去了平安 我也跟着失去了平安 The worst thing is not only she loses her peace I also loses peace because of her 直到慢慢地 我们意识到 可能这就是神要破碎我的地方 Slowly I then realized that this might be the break where the Lord wants to break me 主就想要借着这样的事情 来破碎我 重建我对神全然的依靠 He is using this to break me in order to rebuild me to trust Him fully 我想这个全然的依靠神的话 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 就不再是建立在 我们自己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或者是周围的人 对我们的评价之上 I think fully trusting i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that our self-conscious is not built upon our performances or how others view us 我们的身份 是基于在十字架上 救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ur identity is based on Jesus Christ who saved us through the cross 这样的身份认同 也可以让我们变得 既更加的谦卑 同时也更加的自信 而不会在这个骄傲之大 或者是沮丧自卑的 这个两极之间来摇摆 而且对自我认知 如果有错误的话 它不单是主要我们 自己灵命的成长 同样的话 也会对教会 里面弟兄姐妹的 一起侍奉 带来很多的挑战 因为不论我们是 骄傲之大 还是沮丧自卑 我们其实专注的 这个专注点 都不在神的身上 而是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所看重的 其实是自己的荣耀 而不是神的荣耀 也正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难接受 弟兄姐妹 可能对教会的施工 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 而且如果弟兄姐妹 如果对自己的侍奉 提出了一些建议的话 我们也会看作是 对自己的形象的一个威胁 而且这样的话 我想就会给我们的 同工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带来很大的裂痕 也在教会当中 留下破口 在前面我有提到 如果我们要打造 一把精美 而且锋利的刀剑 我们需要有很多块 具有不同属性的 这些原材料 但是在这个烈焰之下的时候 它们都会变得更加的柔软 而经过了一次又一次 这个锤打之后 它们就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尽管它们还是保持了 一些原来的一些特性 可以搁进其用 这样我前面提到的 有些它是柔软的 就适合做刀剑的银 有些比较坚硬的 它适合做刀剑的刃 但它们最初 它们之间的这些间隙 都渐渐地会被迷糊 我想我们在教会侍奉上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都是如此不同的一群罪人 我们都需要神的破碎 要学习这样一个舍己的功课 我们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来一起发配 来荣耀我们的神 我想神的破碎 给我们大家的第三个改变 是我们会逐渐形成符合圣经的思想 而符合圣经的这个思想 自根于神借着祂的话语 所启示的全辈的真理 那这所有的全部的这些真理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圣经 符合圣经的思想 也代表了我们基督徒该有的 这样一个身份 我们的品格 可是当我们提到符合圣经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那只不过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 该有的思想 它仅限于我们讨论 和天国有关的事情而已 所以当我们合上这本圣经 或者是我们走出教会的大门以后 我们的旧友的这些世界观 伦理观或者价值体系 就会重新地回来 它控制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像是 没有独旧的非信徒一样 很多年前 其实有人就有问过我说 你经常去教会 那你的这个基督教的事 和你每天在公司里的工作 的生活 有什么关联 其实我没有能够 有很好的这个回答他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很清楚 其实也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信仰和生活 其实是有图结 而且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 很个别的一个现象 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 它有一个文化中心 在2022年的时候 有做一个调查 他发现大概在美国 有68%的美国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 但其中大概只有6%左右的人 他持有的是符合圣经的 这样的世界观 即使是那些认为 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里面 也只有13%的人 持有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而且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知道我们警醒的是 这样的一个比例 在越年轻的人群当中越低 他们说在18到29岁这个年龄段 只有不超过2%的人 他所持的这个世界观的话 是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 尽管在教会 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甚至于在教会侍奉 但是当他们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的看问题的想法 方法 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想法 其实圣经从来没有 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和世俗的生活分开 神对我们的教导是 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神教导我们说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心 不该被这些世俗的世界观所占据 而要让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能够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方面 其实我们的形式 我们为人 我们都是深受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伦理观的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符合圣经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一个 和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就像主耶稣告诫那些 跟随他的人 凡听我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林风吹 创造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很大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 来美国的时间 应该都是相当长的 不短的 对美国的这些生活 也都很早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们经常说 我们对小时候家的味道 还是念念不忘 我想我们原有的 世界观也好 伦理观也好 就像我们小时候家的味道一样 它已经记住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上面提到的这个调查研究 发现我们的世界观 其实在13到15岁的时候 就已经逐步的形成 初步的形成 从我提到的讨论 我们的世界观 其实我们是13到15岁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被神破碎的话 这些旧的价值体系 就会一直的跟随着我们 并且会影响着我们日常的行为 和我们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各样的决定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也很容易被带离神的真道 也成为别人的信仰道路上的一个伴教师 去年的时候 我们家的这个大女人的老大 进入了高中的最后一年 所以我们从这个SAT的考试开始 陆陆续续的为申请大学 做了各样的一些准备 所有的这些准备 都是为了秋天的时候 要能完成大学录取的申请 而她申请的每一个大学 好像都是毫无例外的 都要求这些学生 这些毕业生填写 有学过哪些AP的课 或者是有参加过 哪些课外的活动 我想很多的这些毕业生 他们也都认为 这些课外的活动 或者是AP的课程 对于申请大学来说 好像是多多益塞 因为这些课程也好 或者这些课外活动也好 就是这些大学 要衡量每一个申请者 并做出录取决定的 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尽管女儿Hannah 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库外活动 她也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学科竞赛 但是还是尽可能的 填上一些东西 就是为了把这个申请 装饰得更好看一些 能够让大学的招生官 能够得到招生官的青睐 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联想到 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是不是也常常专注于 各式各样的一些节目 我们有时候也会希望 能够把一些 看着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些东西 把这个教会装饰得更加漂亮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样的话能够更得到 神的这样一个肯定 这里我想表达的 当然不是说 这些节目本身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而且想讨神的喜悦 也没有什么不对 我只想说 神他更看重的是 我们的内在的一个生命 如果我们内在生命 没有经过神的破碎 没有经过神的炼净 我们就很难得到神的喜悦 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 来舍己 来跟随他 而不只是每个人 收到一个基督徒的标签而已 我想这样的一个 被神破碎 重建的过程 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其实按照我们人的本性 没有人会愿意被神破碎 在这个地方 我想借用NVIDIA的 这个创始人 Jason Huang的一句话 他说 非凡的事情并不容易 而情况本就应该如此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让我们的生命 被神来翻转 被神得着 更为非凡的事情 我想我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话 是被神破碎 我觉得这个信息的时机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下个星期 我们就有一个 很好的布道会 我想这个布道会的 这个奖年 他的这个生命 这个被神破碎 被神得着 我想真的是 我们很多人 可能是平时一般 难以见到的情况 可以说真的是 更为非凡的一件事情 所以下个星期 我想我和家人 也会来参加 这个布道会 I think me and my family will come here to attend the Evangelical meeting нит人 probable Thank you everyone That's the end of my sermon